第六单元 修身养性 第十六课 体重与节食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一到周一 我就发现这体重又上去不少 真没办法 还说呢 周末又在家做什么好吃的了吧 难的是什么意思 二 小明吃坏肚子了 又吐又拉 那你赶紧带他去看急诊吧 小明怎么了 三 昨天散步碰到你舅舅了 他气色不错 走起路来挺有精神的 得谢谢您介绍了那位专家 吃了他开的汤药 我舅舅现在好多了 关于舅舅 可以知道什么 四 最近 卫总不舒服 想去人民医院看看 又怕排队人多 挂不上号 你可以预约呀 打个电话或上网都很方便 关于挂号 女的建议怎么办 五 刘大夫 手术做完都一个星期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昨天检查报告出来了 没问题 明天拆线 后天就可以办手续了 女的是什么意思 六 小李 你腿上的伤是怎么弄的 还在流血呢 不要紧 打网球时不小心摔倒了 过几天就好了 小李的腿是怎么受伤的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她们在商量什么事 八 明明 明明 你每天早上刷牙太快了 刷不干净 我赶时间嘛 不然上课要迟到了 医生说 必须持续三分钟 三个面都刷到 才能保证 所有牙齿都刷干净 好吧 下次我注意 女的建议男的怎么刷牙 九 大妈 请问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我要查一笔钱 是不是到账了 柜台排队的人比较多 如果是卡的话 您在那边的自住机上也可以 我不太会操作 还是麻烦你帮我取个号吧 男的是做什么工作的 十 大夫 我脸上又红又痒 眼睛也痒得不行 多长时间了 这两天吃了什么 昨天去海边玩 吃了海鲜 晚上就发现不对了 我怀疑你是过敏了 先去做个检查吧 医生怀疑女的怎么了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从你的片子上看 骨头没问题 腰疼是肌肉老损的原因 那您说我该怎么治疗呢 卧床休息 可以擦点缓解疼痛的药膏 好了以后 加强腰背部的肌肉训练 大夫 能开点止疼药吗 可以是可以 但我们一般不建议吃 除非疼得受不了 那我还是忍一忍吧 十一 女呆怎么了 十二 医生让他做什么治疗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上世纪四十年代 国外有研究机构 发表的报告称 我们每吃一卡路里的食物 就需要补充一毫升的水 这种说法迅速传播开来 到了我们耳朵里 它就成了 每天应该喝八杯水 一位运动学家称 每天八杯水的量 相当于我们每天 要补充2.5升液体 但他表示 液体并不一定非水不可 其中大约750毫升液体 来自我们每天所吃的食物 这个量其实很容易就达到了 所以我们常说的 所谓八杯水 只是在提醒我们 应该多喝水 而且最好在口渴之前 主动喝水 事实上 过量饮水 反而容易引起身体水肿 在体育界 人们并不鼓励运动员 在训练时过多补水 至今也从未有过 体育运动中 由于脱水致死的报道 所以在饮水问题上 适量就好 每个人身体的承受能力 并不同 如果八杯水 对你来说实在很难接受 那么可能八杯水 就会导致你饮水过量 13.关于补水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14.这段短文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 我先不过温暖的时间 可不过温暖的时间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